我們這邊將介紹如何讓檔案名稱可以批示命名的方式 我們這邊所使用的是一套叫做MyRename的這套檔案批示命名的軟體 這套軟體可以提供我們很方便的可以將單一或多數的檔案做一次性的 在我們所設定的格式規則之下 然後命名成我們所需要的檔案名稱 當然它也提供即時預覽的功能 所以當我們在調整相關的檔案關鍵的規則套用的時候 它其實就可以讓我們馬上知道目前檔案所修改的情況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如何去取得這套軟體 我們在畫面上Google的搜尋引擎頁面 我們在這邊我們鍵入的MyRename這些關鍵字 我們這邊用Copy把它貼上去 我們在Google給我們建議的搜尋關鍵字 我們選擇第一項 這個MyRename的這一個 我們點取之後 Google現在在它的搜尋條件結果 我們選擇第一項 MyRename0.3 即時預覽這個項目的 這個抄連結我們點取進去 然後我們可以進去它的相關的頁面 然後我們直接往下面把它捲 這邊的話它會有一些它的相關的基本的操作介紹 我們直接到它的頁面的最下方 我們點取這個MyRename0.3.ir 本站下載這個 點取 點取我們等一下會進入它的檔案下載頁面 然後我們在這個頁面呢 我們點取最右邊的這個檔案下載的這個頁面 點取之後我們按底下這個直接下載 點取一次 然後再點取這個檔案空間整理 維護不宜的這個 我們把它的檔案我們把它另存到桌面上面 這個桌面直接存檔 好儲存完成之後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剛剛下載回來的這個檔案 好我們在桌面上面呢 好這邊有剛剛才所下載的 我們把它解壓縮 好把它解在桌面上面 好我們直接開啟它的MyRename0.3的這個目錄 好然後我們這邊呢 去點取這個MyRename.exe的這個執行檔 好我們把它開啟 好開啟之後呢會進入這個MyRename的這個檔案批示 管理的這個操作主頁面 好我們把視窗檔那個放到最大之後呢 我們可以發現上方這邊有三個區塊 好下方這邊有一個區塊 好那我們在這個主畫面的最左邊這邊呢 好這邊有個是可以給我們操作的檔案目錄 好也就是說你要選取所要操作的相關目錄的檔案的位置 好那左邊 不好意思中間這個地方呢 目前的檔名這裡呢 好這邊的話它主要就是你目前的這個目錄 它所現在的檔案名稱 好的現狀的名字 好那在最右邊的檔案預覽的部分呢 就是如果當我們由底下這個這個地方 我們套用相關的檔案的一些關鍵字的一些格式之後呢 所要修改的我們的一些規則 好套用之後呢 它這邊會馬上預覽出我們所預覽出來的它的套用後的結果 好然後我們先這邊來做個示範好了 假如我今天我們在低潮的地方 好這邊有個低潮 好點取之後呢 我們有一個我們把樹樁目錄打開 好有個叫澎湖三日遊的照片 好我們點取這個澎湖三日遊的照片之後呢 好可以看到它現在這邊中間的部分呢 目前檔名這邊 已經有顯示出來這個澎湖三日遊照片的相關的檔名 好然後在最右邊這邊呢 它檔案的預覽呢 一樣是跟左邊這個目前檔名是一致的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套用任何的規則 好然後我們在底下這個地方呢 好我們這邊的話 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操作 我們來介紹一下比較常用的部分 好首先呢 這邊檔名的部分 預設是不改變 好所以說它就是依照你原來的原始檔名 好 所呈現出來的那個名稱 它就呈現出來那個 好假如我們今天要取代呢 我們可以自己輸入我們自己的關鍵字 好假如我現在按一下取代 好取代之後 這邊現在目前是空白的 好所以它會先以空白為取代 所以這邊你會發現剛才的檔名預覽 會這邊會全部變成空白的 好然後附檔名是點jpg 好那我們這邊假如我們 key入我們自己的一些 相關的要修改的檔名的支串 好當我這邊出入買PIC這幾個支串的時候呢 可以發現說 好目前的檔名這邊呢 還是一樣 因為它就是目前的那個 好在檔名預覽的部分 它已經被我們全部改成買PIC 好所以我們這時候如果按下 重新命名的時候呢 好它就會把它全部改成買PIC 的檔名 好但是你可以發現說 好它會出現這個訊息 好當檔案已經存在 無法建立該檔案 好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因為 以目前的系統來講的話 它是不 不那個 就是如果你有重複檔名的話 它系統就會產生 它的錯誤 好所以我們必須要讓檔名呢 必須要有唯一的那個名字 好我們這邊的話 就直接按取消 好然後它也會自動幫我們 把剛才失敗的部分 的修改檔名把它恢復回來 好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就是要搭配像這個數字鍵 讓它用流水號的方式 來產生不同的檔名 好 那我們這邊等一下會介紹 那我們這裡呢 這裡呢我們還可以看到 一個叫附加在前跟附加在後 好當我們今天如果點取附加在前的時候 好我們剛剛所指定的這個 買PIC呢 就會放在這個原始檔名的最前面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買PIC D SCN 05 82 這個主檔名名稱 好然後 如果底下我們點取附加在後的話呢 它就會放到這個主檔名的最後面 好然後我們底下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這個部分呢 它有個叫做大小寫 好 那我們大小寫的預設是不改變 好如果我們今天按下巨手的話 它的巨手這邊呢 就會全部都是大寫 然後後面的話 一律都是小寫 好 如果我們按下小寫的話呢 好 所有的檔名呢 全部都會變成小寫 好 如果我們這時候按下大寫呢 好它就全部變成大寫 好 這是它相關的那個功能的部分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副檔名的部分 副檔名的話 這個部分 現在目前是JPG 好我們一樣可以用小寫 好 讓它全部變小寫 好或者是大寫 好 這邊就全部變大寫 副檔名的部分 好 那如果你用取代的話呢 假如我打一個 GIF 好 那我們副檔名就會被全部都被取代成GIF 這個名稱 好 然後我們這個片把它改回來好了 把它刪除 好 然後我們現在沒有輸入名稱的話 副檔名會全部都沒有名字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 點後面都是空白的 我們按下不改變 好 讓它跟重置或原來的那個樣子 好 這邊檔名也把它全部調整回來 調成不改變的方式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旁邊有個數字鍵 好 數字鍵的主要就是要幫我們 產生出一些不連續的那個流水序號 好 假如我們要使用的話 我們這邊按 勾用啟用 好 啟用之後你可以發現呢 這邊呢多了一些數字的那個 好 你看原本這邊只有到582 好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多出58201 好 這邊有0203 好 一直到15的部分 好 那它這怎麼產生的呢 它主要就是靠這個 好 底下有個起始值 好 我們起始值設1 所以它要從1開始 好 然後相差值為1 好 所以它每間距一個 它就跳 跳一個 好 所以它的1234 好 假如我們這邊 現在我們把它調成2的話 好 可以看到說這邊就會變成13579 它每個2它就會跳一個數字 好 那我們這邊先把它修改回來 好 好 那我們的寬度這邊2呢 好 就是說如果你的寬度設成2的話 它不足的部分 它前面就會補0 好 你看我們這邊 有所謂的01 02 03 所以它是以2為最大的寬 好 假如我們這邊設成1的話 好 可以發現呢 這邊呢就會有123456 好 最大的寬只有1 好 但是它超過的部分呢 它會自動 還是會繼續往前面 好 所以說這邊就是10 1112131415 好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我們的檔案命名呢 我們會盡量希望它有一個固定的格式 好 例如說它對 我們 假如我們寬度設4 好 那它的話 你看它這邊前面不足 它會補3個0 所以3個0 後面一個1 好 3個0後面一個2 好 那這邊是2個0後面15 好固定式嗎 好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檔案的 檔案總管在做檔案的排序的時候 好 那它這樣的話 它就可以 檔案總管它才有辦法幫我們 所謂的我們的 先後次序把它列出來 好 不然的話它會以 那個字串的長度 來做為排序的大小 好 所以如果以我們剛才那個1的這個例子 好 這邊的話它可能 10跟11 15這邊可能就會先被排到最上面 好 然後它才會 接下來才會排1 2 3 4 5 6 7 8 9 這個部分的話這樣的話就會倒成 假如我們有所謂的次序日分的話 就沒辦法達到我們的要求 所以我們盡量我們這邊都會設一個 一個固定的寬度 好 我們這邊以設4的話 好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方便那個檔案 在做排序的時候 好 可以讓我們 可以去 選出我們所要的那個先後順序 好 接下來呢 我們 這裡呢 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叫數字取代的部分 好 我們檔案這個 數字部分我們先把它取消勾選好了 好 那我們 假如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如果我們現在直接 按下數字的話 好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 假如說我們只要有數字的這個檔名 我們先把它 Copy一份起來好了 好 等一下我們操作的時候 還可以直接再回來那個 操作其他的 好 假如我們現在直接 用數字的部分來 好 設定我們 把檔名編成連續的數字嘛 好 可是我們現在呢 我們前面原本的檔名 它還是存在的 所以我們這邊呢 在檔名的部分 你要選擇 好 取代 好 那我們取代的話 因為我們這邊有打數字 所以我們 好 假如我們打一個買PIC底線的話 這邊就會變成買PIC底線 好 001到000U 好 如果我們完全都不要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全部清空 好 現在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剩下數字 流水編好編碼的部分 好 這時候我們把它按下重新命名 好 它會問你要不要重新命名按確定 好 確定了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目前檔名呢 已經被修改成 好 剛剛我們所檔案 檔名預覽的部分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資料夾 好 資料夾現在已經被完全被更改檔名了 好 那我們假如說 我們把它做另外一個操作好了 先把它改回來 好 我們這邊 要再重新再選一次 好 我們現在已經改回那個原來的那個檔名的部分 好 我們這邊把數字把它先不要啟用 好 這個檔名也先把它用回來 好 現在這是目前的那個檔名的部分 好 那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字串取代的部分 好 這邊有個字串取代 好 那我們先按一下啟用 好 那它這主要是做什麼呢 好 它可以幫助我們 去針對部分的裡面的主檔名裡面的名稱 來做那個細部的比對跟修改 好 它可以做部分的比對 好 假如說我們這邊 的話呢 我們要尋找一個叫做 好 這邊有個 目前檔名有個叫做SCN 好 這三個字 好 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們進入SCN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這邊取代是空白的 沒有輸入任何東西 所以它這邊呢 只要是SCN的話 它都會被取代掉 好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打 DDR 好 我們這邊如果打DDR的時候 所有的SCN 好 都會被取代成DDR 好 這樣子的檔名 好 那如果我們這時候呢 如果我們按下區分大小寫的話 你可以發現 欸 它這邊又沒有比對到 好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要求它 你要針對大小寫的部分 好 都要做區分 好 所以說因為我們這邊是輸入小寫 所以它這邊的話 當然就比對不到 好 所以這個是區分大小寫 主要的用途 好 然後 常規的那個表現是呢 這個的話 我們比較沒有在 目前比較 它會用到一些特殊的一些 比對的符號 這個我們就先 這邊就 沒有介紹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其他的 好 然後我們把尋找這個 先把它移掉好了 好 那底下這邊呢 一個叫遮罩的部分 好那遮罩主要是做什麼呢 好 它這邊目前預設是這個叫 新點心 好 那我們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說 以這個新點心的部分來講 好 新其實就是代表全部的字串 也就是說 你它前面的部分 這邊是代表主檔名 點的前面代表主檔名 點的後面代表副檔名的部分 好 因為主檔名前面都一個新 所以代表它代表 主檔名全面 不管你有什麼名字 我全部都是選取的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好 只要你有輸入字的話 它一律都是把它顯示出來 好 那如果我們這邊 後面的這個呢 附檔名的話 也是新的話 它就會把它全部顯示出來 好 所以因為我們預設遮罩是新點心 好 所以我們這邊 在目前檔名的部分 它在遮的時候呢 它代表它沒有 就是它遮的部分代表全部都顯示 也就是等於是沒有遮的意思 好 那我們怎樣 如果我們只要過濾出 假如我們這個檔名 我們只要過濾出幾個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做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好了 假如說呢 我們遮罩 我們要 找 好 因為這邊前面的部分都一樣 我們要找個差異性 好 我們找 58 好了 因為這邊有58 底下是59 好 那我們只要顯示出58 這個關鍵值的話 那我們怎麼做 我們在遮罩這邊 我們打58 好 好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說 欸 為什麼這邊還是 我打58之後 為什麼還是 看不到 好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其實它58的前面呢 還有數字 好 還有這些字母 好 58的後面還有9 好 代表說它58呢 它不是最前面 好 如果我們剛剛指前面打58的話 好 它就只認為說 只有一個58的東西而已 好 除非你的主檔名是只有針對58 單純這兩個字 好 那如果我們要 取得裡面的部分的字串呢 我們可以 打 心 好 你可以看到我們 我前面有加一個心 跟後面有加一個心 好 這樣代表說呢 前面不管什麼字串 後面不管什麼字串 好 好 只要我中間只要有58的 我全部一律都挑出來 好 這樣就可以達成我們 好 看到我們這邊 前面有58 後面它不管是245 好 789 它全部都會被選取出來 好 然後因為我們的那個副檔名 後面是全部選取 所以它 jpg 好 這沒有問題 好 假如說我們 我們可以選擇 假如說我要選擇尾8呢 尾8是2的 好 它再不設個2 好 那我只要在這邊打 好 我只要打一個心 底下是 最尾巴是2的部分 好 這樣就代表說 它前面不管是什麼 不管任何字串 我全部都選取 好 那後面的部分呢 我只取出 只要是尾巴是2的 我全部取出來 好 那它這個遮到就會把目前的檔名 把它挑出來 好 那如果我們現在呢 我們把它選擇 好 我們這邊心 好 五九心 代表 只要中間檔名有五九的 我們這邊的話 一樣就把它全部挑出來 好 所以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五九的部分 它全部都出來了 好 然後 那當然喔 那個副檔名的方式也是一樣的 好 我們這邊的話 心 批心的話 代表說 只要前面 不管什麼檔案的任何位置 只要它前面的部分 任何字串 好 後面的部分 中間的部分 只要是批 後面也不管全部字串 這樣它也能夠比對 好 比對的方式呢 跟剛才我們在介紹主檔名的時候 的方式是一樣的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所需要的那個目前檔名呢 好 因為它預設它會全部都選 好 就是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好 新點新的部分就代表全部都那個 所以我們剛開始馬上押澎湖三日遊的照片的時候 它才會馬上顯示出來 好 剛才我們所說的這個部分 好 所以說這個的部分呢 就是主要是遮罩的用途 它當 主要就是在幫助你 過濾出目前的這個檔名 好 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針對我們所 不要顯示出來的部分 然後這些再加以 做我們剛才所說的這些 自算取代的處理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當然它這個軟體呢 有提供檔名的預覽 所以這邊你可以先確定完了之後呢 好 我們再按重新命名 好 這樣子 可以確保你的那個檔名修改呢 好 這符合我們自己 的那個 的需求 好 那 那以上呢 就是說我們 如何讓檔案名稱 批示跟名的 使用的操作的方式 好 那我們使用了這個叫 買Rename的 這個相關的操作 好 那我們的介紹就到此 好 到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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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